各位同道,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和大家共同探讨产后出血的识别与处理 因为国民健康水平其中用产服死亡作为我们一个衡量指标 那么用产服死亡中产后出血的发生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产科的 还是做其他医疗方面的人员都要学会产后出血的识别与处理 那么今天呢,我从这以下四个方面和大家进行探讨 产后出血的定义以及高危因素 产后出血的预防,产后出血的评估,产后出血的治疗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讲产后出血的定义以及高危因素 那么产后出血呢,仍然是用产服死亡的主要原因 国际上统计全球范围内用产服的死亡 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因为产后出血而导致的 在发展中国家用产后出血成为首要的原因 所以说用产服死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后出血 那么全球产后出血是导致用产服死亡的主要原因 还有其他原因呢,感染呀,子宫创伤啊,妊娠期高血压呀 还有产伤以及母亲其他因素 但是产后出血引起的死亡达到了22.9% 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后出血要抓紧抓实 那么为何要重视产后出血? 就是说产后出血是产,产科出血呢 我们能分为产前以及产后 产科临床医生,每个临床医生都可以遇到 那么严重的产前出血常以宗子认称为种 那么产前一旦出血,因为孩子还在肚子里头 我们都是以宗子认称为主 但是产后出血很多的隐患的因素太多了 它起一个重要的地位 国内占用产服死亡的首要原因 还有就是失血性休克 DIC重度脏气的损伤 以及西汉式综合症的并发症 这些并发症呢 可以是用妇治残治丧 所以说我们产后出血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如何有效的及时的规范处置产后出血 是产科工作中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技术技能 那么什么叫产后出血 那么产后出血的定义 从不同的出发点来说 那么中国在2004年写出我国的指南 指南是这样写到的 胎儿免出二小时之内 首先是胎儿免出二小时之内 因道风眠者出血大于等于500 抛工产风眠者大于等于1000 这个大家不是说所有的用户出血是多少 就规定是产后出血 那么就是二小时之内 因道风眠出血超过500毫升 抛工产风眠超过1000毫升就叫做产后出血 这是一个定义 那么什么叫严重产后出血呢 就是不管任何风眠方式 不管是阴道风眠还是抛工产 产后二小时之内 累计出血大于等于1000毫升 或者是失血的时候 败于血容量不足的表现 这叫严重产后出血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难制性产后出血 什么叫难制性产后出血呢 就是通过保守治疗出血不止 需要介入治疗 甚至把子宫切掉 这样的出血叫难制性产后出血 从这个定义来说呢 大家要牢记 一般的产后出血 就是风眠24小时之内 因道风眠大于500毫升 抛工产大于1000毫升 叫产后出血 那么还有概念 就是严重产后出血 不管是什么风眠方式 大于1000毫升 就叫严重产后出血 难制性产后出血 保守治疗没办法治疗了 我们通过外科的手段 叫难制性产后出血 那么国外的空时兰指南讲的 也大概和我们这个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进行 那么产后出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情况我们讲4T 主要是四个因素 公缩乏力是第一位的 公缩乏力 第二位呢 是产到耸伤 第三位是胎盘因素 第四位是凝血功能障碍 那么公缩乏力 可能占到70%到80%的产后出血的原因 那么最常见的高位因素就是 病人有全身性疾病 比方说凝血压或者其他内蜂蜜的疾病 再一个呢 因为产生过长 导致一个致产 还有是养水过多多胎 这样把子宫基层撑得非常非常的长 它的弹性不好了 收缩力不好了 那么生完以后呢 就可能导致公缩乏力 还有就大耳 其次呢 我们上个世纪 抛肤产率达到50%以上 那么抛肤产 病人再次怀用 我们做手术的 不管是做手术 还是阴道封面 这个出血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个公缩乏力 常见的原因 就是这几个方面 就是包括全身因素 包括产生处理不当时间过场 还有子宫肌纤维拉的过场 再一个就是子宫损伤 这是公缩乏力 那么第二大类原因呢 就是产到的磊伤 产到脸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方说这个病人生得太快 或者是手术做的不是很恰当 导致手术以后的脸上 在一个胎方位不正 子宫手术室 这种有手术的病人 公颈有手术 公颈脊瘤 其他公颈有手术室的病人 如果从底下生了 或者是抛股产 导致一个磊伤 这是第二大类因素的 那么第三类因素就是胎盘因素 大家都知道胎盘 胎儿免出以后 胎盘能够送力免出 那可能出血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但是我们万事都不是那么完美的 那么胎盘因素呢 包括前置胎盘 胎盘就在子宫下段种植 那么胎盘免出以后 子宫下段收缩力欠佳 血痘没有闭合的一个严重的 产后出血 这是前置胎盘 还有胎盘早播 比方有高血压呀 外伤呀 这样导致孩子没生出来了 胎盘就已经剥离了 这样的胎盘呢 可能会导致 就是胎盘治疗 出来以后就会出血 还有胎盘植入啊 这个也是更可怕的 胎盘植入到 子宫的 黏膜 基层 还有穿透 胶膜 这是非常严重的 这也是我们产科的一个难点 这是胎盘因素 那么还有凝血功能障碍 凝血功能障碍 有两种 一种是 本身自己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 学校办减少等 这就是自身的原发的 凝血功能障碍 还有一种呢 就是消耗性的凝血功能障碍 消耗性的凝血功能障碍 包括 比方说前的胎盘 早播 凝血因子消耗性的减少了 产后出血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因为产后出血 处理不当 没有及时的输血 而输了非常多的液体 包括它 凝血因子的流失 这样就变成血液稀释的 凝血功能障碍 最后引起一个不可逆的 产后出血 这是普遍存在的四大因素 再讲 工作乏力 产道损伤 胎盘因素 凝血功能障碍 这是病人的因素 那么还有 现在目前我们 通过这几年总结 那么病人有病人的因素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 你的技术不好 你的团队没有建立很好的抢救措施 会导致病人的产后出血越来越重 最后一个DIC功能脏器的衰竭 那么就是技术的问题和团队的问题 这就是六个T 那么四个T是病人本身存在的 那么两个T就是我们医院本身存在的 所以说病人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提早发现提早预防 那么医院的这些技术和团队力量呢 需要我们逐渐的提高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培训 也是其中的一种教育方式 那么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 我们的四大原因 我们也从四大原因里面 把它的高危因素列出来 首先是子宫收缩乏力的高危因素 比方说全身因素 那么全身因素什么人存在呢 产夫体质虚弱 合并有全身的疾病 或者是精神过度紧张 这样的病人呢 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乏力 还有就是药物性的子宫收缩乏力 现在呢 大家无痛疯眠呀 或者是精神有问题的吃的症进剂呀 还有是供缩过强而应用的供缩抑制剂 比方说早产 很多人用用的硫酸酶 或者是应用的其他所供缩的抑制剂 如果现在封面了 导致一个子宫麻痹 这就是药物性的 还有就是产生 那么产生因素 现在也是非常多见的 产生因素嘛 包括急产 就是很快就封面了 来了以后 尤其是现在 经产妇也逐渐在增多 有的时候在家就生了 走到路上 来了医院以后 出血非常多 这就是说我们基层医生 不管是社区呀 不管是基层 如果我们这个地片 有这样的生完孩子 或者是生孩子的过程 非常急 生到家里 我们一定要预防子宫收缩乏力 导致的产后出血 那这是急产 那么还有是产生延长 和制产以及 制产失败的 那么产生延长 就是种种的原因 孩子过大 公缩乏力 或者是由于技术 处理的不恰当 导致的产生延长 制产或者失败 这种情况呢 产生有问题了 子宫收缩乏力 还有是产科的并发症 并发症非常多 比方说这个病人有高血压 有紫嫌或者是有糖尿病 甲功能问题 等等的这些产科并发症 还有一个呢 就是阳墨腔感染 阳墨腔感染呢 有很多种原因 比方这个病人破碎了 时间长了没有生下来 超过二小时没生下来 最后公腔有感染了 子宫收缩不好 引起到工作乏力 还有就是 以为经常出血 幼夫长期卧床休息 导致一个 那个出血时间长了 例行感染 公腔有感染 还要继续保胎 这样的话没有处理好 那么也可以导致一个 工作乏力性 然后出血 再一个呢 是子宫过度膨胀 这个呢 大家很能够想到 子宫过度膨胀呢 首先是现在的 多胎妊娠 试管婴儿多胎妊娠 本来一个子宫 就怀一个孩子 就撑得很大了 你现在怀了双胎 那么孩子膨胀的 特别厉害 他肌纤维受到损伤 一下生完以后 他收缩力弱 就容易产后出血 还有就是巨大耳 孩子一生八斤 九斤十斤的 大有人在 这种巨大耳 也会导致一个 子宫收缩乏力 还有就是养水过多 胎儿畸形 血糖过高 导致的宫内的养水过多 子宫很大很大的 那么你想象到 他的收缩是会有问题的 还有子宫壁的耸伤 子宫壁的耸伤呢 就是多次还用 多次流产 或者是子宫肌瘤剔除过 或者是你做过抛工产 这种子宫有疤痕的 如果再次妊娠 再次还用 再次分娩的时候 这个子宫收缩力 就有减弱的情况 所以说也是 子宫收缩乏力 产后出血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最后一种呢 就是子宫发育异常 比方 单胶子宫 马蹄形子宫 子宫纵格 我们子宫封面完以后 它是机性 从脚部向中间 重用性的收缩 但是由于子宫畸形 有些子宫称得太 有些部位子宫称得太薄 导致一个生完以后 局部的子宫收缩乏力 而引起的产后出血 这个是子宫收缩乏力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病人 来生孩子 大家一定要进行评估 既要评估他的全身状况 要看他师傅用过什么药 还要看他产生进展如何 这个用妇有没有合并症 有没有感染 孩子怀的大小如何 他的子宫情况 有没有耸伤过 再一个子宫有没有激情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 作为一个产后出血的高位因素 大家在提前预防 任何事情都是提前预防 比治疗更重要 那么产后出血的第二大因素 刚才讲了就是产道的耸伤 产道的耸伤 那么产道耸伤分为宫颈的耸伤 阴道的耸伤 会阴的耸伤 如果耸伤了 那么出血就会淋漓不尽的 或者是有大出血的 那么他对应的条件就是急产 或者是手术侧切 或者是产前拉的没有拉的合适了 把宫颈敛伤了 眼里的非常非常深 还有就是宫颈的水肿 做过宫颈手术 这是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抛宫颈 做了一次抛二次抛 第一次抛宫颈 手术做的不是很好 那么他的斑横处非常薄弱 那么这次切口有没有选择好 导致的子宫切口的眼里 还有就是胎位不正 压到某一个局部的子宫基层 非常非常薄 这样的话可能会磊伤 那么还有子宫破裂 子宫破裂 破裂就是有子宫手术时的 比方做过子宫肌瘤的拨除术 或者是过去有过流产的子宫穿孔 还有是抛宫产 子宫下端特别薄 这个时候会在没有封面以前 或者是临产发生了 有子宫收缩的情况下 出现了子宫破裂 这个时候也会有大量的触血存在 还有子宫内翻 生得比较急 胎盘出的不是很好 不恰当的处理 迁拉 等胎盘没有玻璃了 你非要去迁拉胎盘 导致的胎盘把子宫体带出来 形成子宫的内翻 这是第二大类型 那么第三个就是胎盘因素 胎盘因素首先是胎盘的异常 种植的异常 胎盘一般种植在子宫体部 但是我们这个用户 种植在子宫的下段 甚至是个前置胎盘 或者是胎盘植入到子宫基层 这是更危险的 这是一个胎盘的异常 还有胎盘胎膜的残留 因为我们生完孩子以后 胎盘在半个小时之内 它会通过子宫收缩 自然而然的胎盘胎膜就免出来了 但是由于我们子宫有多次的操作时 这个胎盘有连连 这个情况胎盘出不来 或者是有感染 胎膜没有全部出来 你这个时候子宫有残留 那当然了 它会影响子宫基层的收缩 就导致胎盘胎膜残留 引起到肠后出血 这是第三种因素 第四种凝血功能障碍 就是这个病人有血液系统的疾病 包括他有凝血功能的障碍 血消板减少性脂电 这些血液系统的疾病 还有肝脏疾病 重度肝炎 还有妊娠期的急性脂肪肝 这部分人呢 因为肝脏有问题 他的灵血因子就被破坏了 所以会导致一个出血 再一个呢 就是产后的DIC 产后的DIC包括几种疾病 就是阳水摔塞 是非常凶险的 还有是重度的胎盘藻膏 消耗性的灵血功能障碍 还有就是死胎 留的胎盘 就是胎儿已经死在柱子里 非常多的非常长的时间 导致灵血功能的障碍 还有重度子间前前期或者是休克 这种情况会导致一个产科的DIC 那么对于灵血功能障碍的原因和因素呢 我们最怕的是产科的DIC 也是我们产科人能够预防 和非常要指导 非常重视的一种疾病 这是高位因素 所以大家做一个产科医生 或者是我们社区呀 全科医生呀 要懂得这是高位因素 一旦要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想到这个病人可能有产后出血 他的出血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产后出血防治有三个关键点 有三个关键点 首先是预防 那么这个预防呢 是每一种疾病 对于我们现代医疗情况下 首先是要预防大一致胃病 预防呢 要分为就是对于用户来说 我们的预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加强产前保健 就是我们一旦要怀上 能不能怀 要做哄前用前检查 如果能怀上 怀上了 要做好你的产前保健 定期去找医生去检查 那么检查看你的营养状况 是不是有贫血 是不是有你非常强壮 再一个呢 要看你的体重 不能增加过多 不能风免巨大耳 还有是等等 你把你的微量元素呀 矿物质呀 要调整好了 让你处于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 如果产前检查的 你有学校版减少呀 有高血压呀 或者有其他问题 我们提早的做防备 最好不要出现封面 就是生孩子呀 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亡羊补牢的效果 所以说用期保健 对于产客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每一家都会有 我们的用妇都要生孩子 那么大家都是重视 我生的时候 去哪个医院 去找哪个医生去生 但是我提醒大家 一定要讲究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医院 合适的医生 给你做用期保健 保健好了 那当然封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因为我们都觉得 用妇不是病人 孕妇是一个正常的 特殊的怀孕期间的妇女 但是这个特殊期间 就会有发生很多 不可预测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提前的做预防 还有这是预防 那么在产生中出血呢 要积极的处理 不要让它产生过长 产生过长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再一个呢 孩子生出来以后 我们要积极的处理第三产生 比方说胎盘滞留呀 软产刀的脸伤呀 病人的心肺功能呀 都要提前的要看好了 积极的处理第三产生 不要让产后出血多了 还有就是早期评估 如果这个病人 可能有出血的因素存在了 或者是封面以后有出血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早期评估 不要让他出血很多了 你才意识到 这个病人有危险了 出现了休克了 你才警觉到你 再去治疗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早期评估 还有就是及时的干预 既然出现了 那我们要积极的干预 采取有力的 有效的措施来干预 这就是三个关键点 再强调 首先是预防 做好运气保健 不要有高危因素的出现 还有就是生完孩子 到胎盘免住这段时间呢 我们要积极的处理 第二种因素呢 就是早期的评估 一旦有这样的高危因素 我们要评估好 不要让他出现 但是出现了以后呢 我们要有恰当的方法来干预 我讲的第二部分呢 就是产后初学的早期预防 我讲了大一致未病 我们不要出现了问题了 再去手忙脚乱的 去叫人呀输血呀 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古人讲 女童子生孩子 是非常可怕 是非常出危险的一个时期 但是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 所以说要条件好了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应该掌握 产后初学的早期预防 那么产后初学的早期预防 刚才讲一定要加强产前保健 产前积极的治疗基础疾病 比方说现在我们高龄产父也增多了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处理它的基础 让它吃降压药降到 血压降到正常 血糖降到正常 最好能让它减了肥再去怀用 等等把它的疾病能够降低到最低的情况 我们再去怀用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充分认识产后初学的高位因素 刚才我讲了 所以大家在这堂课要认识高位因素 就是有了问题我们要认识会识别 这也是我们高 就是要有技术的人 一定要识别这种高位因素 第三个就是强调高位用妇 尤其是凶险性前置胎盘 胎盘植入者应当提早在封面前 转到有输血和抢救条件的医院来封面 这个我还是需要强调 我们现在为什么医院 等级医院封击诊疗 就是说你什么水平 做你什么水平的事 那么我们一级医院 一级医院就是要正常产检 正常产检 可能你是正常的封面 你可以能接收 稍微有一点问题的人 你可以转到二级医院 如果是二级医院经过调散 经过评估 你可能发现了他有凶险性前置胎盘 或者胎盘植入的人 你可千万不要在你们医院去进行 也不要在社区 我们要直接的包括一级医院 二级医院直接把这些用妇呢 转到有能力救治的综合医院 来把用妇给他送过去 这样的话我们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流程 和不必要的转整 这个大家要掌握的 那么预防的第二点呢 就是提到积极正确的处理第三产程 能够有效降低产后出血和产后出血的危险度 为常规推荐 就是说孩子生完以后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产后出血就是在第二产程的半个小时之内 就是孩子免出到胎盘免出之前 这就是第三产程的两小时之内 产后出血大部分集中在产后的第三产程两小时之内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有效的可以把产后出血降低 如果很好的治疗 即使是出现了产后出血了 我们也能把它的危险度降到比较适合的情况 这是第二个 这个这个措施呢 就是积极的使用缩公素 积极的使用缩公素 因为我们知道 在正常情况下 子宫就是一个拳头大小 拳头大小 这么小的子宫 在怀孕的末期 可以称到能容六七斤孩子这么大 还要有五百毫升的羊水 还要五六百克的胎盘 容量这么大 子宫称的非常薄 形成一个大的容器 生完孩子以后 子宫非常非常大 他的腔细除了胎盘 那么就是血痘还在开放着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子宫收缩 血痘一直开放 这个时候呢 出血是凶猛的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 我们生完胎儿免出前肩以后 一定要及时的应用公缩剂 所以说预防产后出血最一线的 最主要的就是要应用缩公素 把子宫收缩了 这个呢 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每一个用妇都要这么做 每个医生做产事都要知道这个事 包括我们的流产的病人 社区碰到有跟封面有关 跟怀用有关的事情 胎盘没有免出 只要胎儿免出 我们一定要打上一个缩公素 缩公素 让子宫收缩 血痘 闭合 可以避免查后出血 那么这个子宫的 子宫收缩剂呢 现在 我们有很多种 过去只有一个公缩剂 这个公缩剂呢 它的作用比较弱 半衰期也比较短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强的缩公剂 包括脉脚 前列腺素 西母配 安列克 这是强的缩公剂 大家一定要掌握 每个医院 所有封面的医院 都应该配备 强的缩公素 安列克 西母配 脉脚 以防 出现问题了以后 我们没药 到处去抓虾 这是 预防 查后出血 首要的就是工作剂的应用 那么还有就是 延迟接扎 臍带 和控制性 切拉 臍带 就是我们 轻微给点力 把臍带 蹬住一点 给一点点力 让胎盘 早点去 剥离 剥离以后 减少 子宫腔 很大的 查后出血 所以说 延迟接扎 臍带 我们不要早早的 把臍带 接扎了 这个对胎儿没力 对产后出血也是可能 一个高位因素 所以说 我们要延迟接扎 臍带 和控制 切拉 臍带 这是一个 租产是要做的事情 那么还有是 预防性的 按摩子宫 按摩子宫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物理性的刺激 我们经常 抛物产 抛完以后 手不碰的时候 子宫是个软带子一样 但是手一碰 子宫就像 那个刺鼻一向 一下就抱成一团了 它的收缩一下就强了 所以 按摩子宫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缩工剂呢 目前是预防第三产程的一线 一线方案 大家要 一定要切记这个 也是我们的一道考试题 那么预防产后出血 一定要用缩工素 缩工素 首选缩工素 那么预防性的使用缩工素 可以进脉 也可以积注 是最有效的 它的副作用是比较小的 那么预防产后出血缩工素 还要脉脚呀 潜力腺素呀 单独使用 比单独的用缩工素 要好一点 所以我们有产后出血 子宫收缩 乏力高位因素的人 封面以后呢 不光要用我们的催产素 还要加一个脉脚 或者是潜力腺素 来促进子宫收缩 那么脉脚新减呢 联合缩工素 比单用缩工素 降低产后出血的风险 要增加5倍 所以说 有产后出血的可能的用复 我们要首先把缩工素的应用 提到手药的位置 并且要用强的缩工素 再一个就是按摩子宫 是预防产后出血的有效方法 那么按摩子宫呢 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有的是错误的 我也见到很多助产是 从肚子上一压 一只手压 那么一只手压 你没把子宫放在一个手里面 它底下阴道部没有对合的压 可能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像这张图一样 两个手抱足 一个手在阴道里 一个手在腹壁 把这个子宫压得紧紧的 这样的压的方法是可以的 如果你单手按压腹部 从腹部上按压子宫收缩 那样阴道会大量的出血 宫颈会大量的出血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按压子宫 那么在我们平时临床工作中 有一个人很长时间的按压子宫 那么手就软了 手就酸了 要换另一个人去压 如果你没有压的酸了 空了 可能五分钟内没有换人的话 那你这个按压子宫的效果 就不是特别好 那么你就没有很好的按压 这是第二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讲一下产后出血的评估 有产后出血 有很多的教训 为什么产后出血 是从梗鼓到井 抑制大家产科医生 一直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我们医生有不同的水平 病人有不一样的病情 各个医院各个地方 还是没有统一了 有太多太多的教训 就是早期没有重视 稀稀拉拉的出血 有肛位因素了 没事扛着吧 没有很好的重视 再一个盲目乐观 没事这个病人比较重 他的血色素还可以 血压还可以 盲目的乐观 还有就是没有经验的治疗 还有反复观察 观察观察 观察 实际上我们产科医生 最怕的就是反复观察 包括我们的封面 能不能应到封面 胎方位不正确 产生延长了 你还要观察 观察这样的话 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所以说产后出血 也是避免反复的观察 所以说我们有了问题 要叫上级医生 三个诸葛亮 可能会对我们的 就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教训 不管哪一个医生 当了从你年轻医生 到你现在变老的时候 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种教训的 所以如果有教训 我们在科里每个月 要做一次指控 这个月严重产后出血 发生了几例 哪出了错误了 或者是某个人身上 助产师或者大夫 某个人身上 老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要从这个人 我们的医务人员开到 看你的技术达到了没有 你有没有资格再去值班 所以说有教训 我们要吸取 还有就是产科医生助产师 要做到的是早期评估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有的放肆 我们一定要进行 精密的一个评估 这就包括几个方面 出血量精确的评估 你别他出了一千了 你又通过肉眼目测法 说出了500毫升了 结果他再出一点就受不了了 出现了生命体征的变化 你没有进行一个出血量的精确的评估 还有就是我们产后出血 这个病人要评估 他是为什么来出血 是养水酸塞了 还是子宫破裂了 还是由于孩子太大 子宫收缩乏力了 我们一定要评估他的 产后出血的原因 那么产后出血的原因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也许有一个因素 也许有两个甚至三个因素存在 所以说一旦有这种情况 我们要很好的评估 再一个一定要采取合适的处理的措施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经常和年轻医生说 出血就像我们医生和出血在抗争 如果他越出越多 那你要被他吓到 那他就把你战胜了 出血多导致病人的不良的结局的发生 如果他一旦出血了 你占的证 采取的措施比较恰当 这个时候呢 把他一下就卡住了 出血就会停止 所以说我经常说 病和我们医疗技术水平 也就是一个毛和洞的问题 看看谁厉害 如果我们很快的把它拿掉了 那么就不会有很 更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是还要看看 病人目前的情况 他血压高不高 他的心率怎么样 脉搏怎么样 有没有其他胀气的损伤 还是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是单从的出血呢 还是有其他问题 出血能不能救过来 出血是不是可逆 我们早点去输血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凝血功能的障碍了 可逆不可逆 这是一个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自己评估自己的能力 每个人每个医院每个团队 都有你特定的一个能力 个人能力 团队能力 医院能力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打仗 要知笔知己 知笔 那么病人出血的情况 你好好的评估 要知己呢 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 不是我 是我和团队 以及医院 有没有这个能力 进行这样的抢救 我们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血缘 我们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药物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提前请专家来 从外面去拿药 如果病人能转整 那么我们提前要转整 不能等到病人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下 再去转整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路途 或者是急诊的过程中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发现问题 要早发现 早评估 要判断 判断 这就是一种战争 那么危产期失血的评估呢 大家评估是非常难的 你不要看简单的 出血量多少 一下就看出来了 其实这个是控扰我们 有史以来历史来 我们控扰我们所有的产科人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么产后出血评估中 要包括产后出血 所导致的低血容量性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 我们要看他胎盘 胎盘怎么样 血压脉搏体征 不光要看他出血量 还要看他这个人的临床表现怎么样 还要由于认生 积血容量的生理增加 使得低血容量的临床改变不敏感 比方说我们正常人 可能出血500毫升 人们去限血 你抽上200、400的血 你可能就要有临床表现 脉搏增快 血压下降 投涌 这些情况 但是还用的妇女 他的血容量是在增加的 是在增加的 增加血容量20%到40% 所以在妊娠后期 用户的血容量是稀释的 是增多的 如果出现小于1000毫升的血液 就是生完孩子出血1000毫升 病人可能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 他的血压 他的心率还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 没有一个休克的状态 只有出血大于1000毫升到1500毫升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心动过速 呼吸急促 收缩轻度下降 是这一类的情况 所以说只要出血 这个病人血压有所下降 心率加快了 那么至少你出血1000毫升了 大家要这么去估量 那么如果出血大于1500毫升 收缩轻度就会降到80毫米巩柱 出现一种非常危险的临床症状 那么我们国家产后出血严重低估 那么国外网线报道 全球产后出血发生率是10% 就是有10个产妇 就有一个产妇会出现产后出血 但是我们国家报道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呢 仅占到1.6%到6.4% 那么就是我们各个地区报道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比国际上的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低呢 是我们的水平高呢 还是什么原因 其实不然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生 估血量估得低了 本身他出血已经超过500了 你总不想给他诊断一个产后出血 说是出血300毫升病人不了了之就没事了 那么所以说尽量的出血800毫升 你又低估了 出血400毫升就不去诊断了 所以漏针的病人是非常多的 这样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目前呢 要让我们总确的估计出血量 对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评估注意点 关键评估 怎么去评估呢 我们要注意 关键是在有出血量的正确测量和估计 错误的低估就会失去抢救的时机 比方说出血2000毫升呢 你还是按1000毫升来计算了 血也没药也没叫上级医生 也没叫内科麻醉科医生 最后你抢救 你没有能力导致病人严重的 供动脏器的损伤 所以说关键是要把出血量 要正确的评估和测量 减少 争取我们抢救的时机 还有呢 出发的大量的查后出血 容易被重视和早期诊断 比方说出血非常多 出血非常秀猛 大家都能肉眼看见这样的出血 害怕 我们能够及早的重视和早期诊断 但是对于这种缓慢的出血 嘻嘻啦啦嘻嘻啦啦 你说不出他还在出 你擦了再等等 不出来等一会又出开了 这种缓慢的持续的少量的出血 也是得不到重视 或者是肚子里生完孩子了 或者是手术了 以后眼里了 最后导致扩人大的血肿 腹腔的血肿 或者是子宫斑横处 没有缝好的血肿 没有缝好的这种血肿 你关了扶啦 送到病房啦 这种血肿出血 你没有引起重视 最后血压低到非常休克的状态了 你才发现这样 这样是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出血量的绝对值 绝对值对不同体质量的人的临床 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人 所以说刚才回到产后出血的定义 有的对产后出血的定义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一个大哥子 一个胖子和一个小个子 瘦子出血量都以出血500毫升 或者1000毫升来衡量呢 那么专家就提出来 我们这种出血呢 一定要同不同体质的人 临床意义是不同的 那么对有体重非常大 非常胖的一个人 那么他出血1000毫升 对他来说可能就还可以 没有表现为其他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瘦的销瘦的人 他整个血容量就不足 你出1000毫升 可能把他三分之二的血就出 三分之一的血就出干了 这种人呢 那就出现危险了 所以我们出血量的绝对值 一定要跟病人的体质有关系 体质有关系 胖呀 高呀 或者是病人有没有贫血 比方血色素正常的和一个血色素 巴克的血色素 你出上一点 这个病人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病人的基础 基础是什么呢 他的体质问题 他的反应问题 他的那个贫血的问题 如果有贫血消瘦的病人 体质不好的病人 一旦出现超过500毫升 那我们可能就和正常人超出血800毫升的人 来衡量 来做处理了 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呢 认身末期总血容量的简单计算方法 就是非用期的体重乘以10% 非用期的 比方这个人原来是50公斤 用期增加了20公斤 现在是70公斤 70公斤 那么他的这个50公斤的人 血容量到了认身末期 他的血容量是多少呢 就是50乘以10% 就是5000毫升 5000毫升 那么这个病人原来就是70公斤 那么他原来70公斤 那么他到了认身末期 他就是7000毫升的血容量 刚才讲了 一个7000毫升的血容量的人 和一个5000毫升血容量的人 出一样的1000毫升的血 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出血 不光是要看量 还要看病人的生命体征 看他的体质 在因人而异 制定个人的诊疗计划 那么查后出血的定义 专家共识里面 查后出血量难以评估 临床评估的量 比实际出血量要低 30%到50 好 那么所以说国际的出血量 出血率发生率 发生是10% 而我们不到1% 甚至比较1到6 所以说比国外少评估了 50% 这就是来源我们出血量低估了 30%到50 所以说各位 你们等的小大夫 或者找你 他说你问他出血量 他说出了500 那你至少要按800来计算 800来进行抢救 如果他说出血1000毫升 那我们要以1500 甚至2000毫升出血量 来抢救病人 越出血多了 我们越要积极的给予处理 这是一个难以评估 出血量评估的误差 那么出血量 作为产后诊断的唯一标准 刚才说了 是得到争议的 那么建议在临床处理时 不能以出血量 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 诊断的唯一标准 就是说病人自身原因 差异非常大 施血病人 每个人对施血的耐受 也是不一样的 他有高血压的病人 他血压降到很低 那么说明 他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还有是病人 有自检前妻贫血压 比较消瘦的人 或者脱水的人出血量 稍微粗点 那么可能就不太好 如果这个病人生了一天 没有进食水 他又出血了 血量本来就浓缩 又出了那么多 那抢救起来就比我们 饮食比较好的人 要难抢救一点 总而言之 那个产后出血量 是非常难估的 但是我们也要有办法 去评估 在过去呢 我们传统的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 目测法 称宗法 面积法 容积法 这是我们过去传统的 那么目测法 是非常不准确的 那就是经验 小大夫目测多少 那么大大夫 老大夫目测多少 这是非常非常不精确的 所以目测法 但是就是说 凭经验 肉眼评估出血量 是一个谎言 但是眼睛 他会撒谎的 你说你值班了 你就不想让这个别人 写一个产后出血 你肯定会少评估 所以我们眼睛 没有那么 总确的 看 还是要 就是这个呢 实际出血量 等于目测法 乘二 那么就是 哎呀 我们大概 这个病人出血 有400毫升 那么你算吧 肯定乘二来计算 所以说目测法 是非常不总确的 还有就是称宗法 称宗法 就是把所有的垫子 铜垫啊 他他他所有用过的东西 我们做一个称宗啊 称宗 这个呢 速度比较快 好处就是速度比较快 但是称宗里面呢 我们有冲洗的液体啊 阳碎啊 还有等等其他的问题啊 可能称宗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 比那个目测法要可靠一点 还有是面积法 面积法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有浮料啊 浮料你通过石头多大面积啊 你大概估计是多出血多少啊 但是你这个这个可能跟你的浮料吸水程度是有关系的 面积法也是非常不总确的啊 就称宗法还是可以用的啊 速度也比较快 至少你称了宗以后 把你的单子抛掉以后 再把羊水和冲洗液大概估计一下 你能给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出血量啊 那么溶积法呢 就是拿弯牌呀 把这个出血搜集在一起进行 进行就是评估啊 这个是总确的 但是呢 它有局限性 我们生孩子拿是拿弯牌接 它还有漏掉很多种 很多来源 所以说这个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现代的就是非常 现在人非常聪明 就就分娩的时候 用这个微袋啊 微袋就是这个塑料袋里面 做上刻度 你把所有的血流 就收集在这个袋里头一侧 比方这个是800毫升 那么你所有的液体都可以流进来啊 底下是五菌的单子啊 这个呢 是比较好的一个微袋啊 整个一个单子 基本上所有的血都能收集起来啊 但是以为这个袋呢 是比较消耗的 现在不让用这个辅料啊 现在我们也不怎么用 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器材 呃 这就是一个 呃 因为羊水流干以后 我们把袋一铺 铺在铜铜铜铜铜底下啊 那么产食处血都能收集到里头 它有一个刻度啊 刻度并不贵 但是医保不能用 所以我们也就放下了 呃 还有就是现在用的这种护垫啊 护垫 大一个大一点的护垫 它的重量是一定的 抛 它是呢 它每一个护垫呢 还带着一份秤啊 比方说抛肤产了 到了病房 我们给它带一个垫啊 那么回了病房以后 它的出血都可以通过这个收集起来 我们再称重啊 称重一下就知道它出血是多少了 从各种出血我们要用合适的方法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出血量的评估就是休克指数 那么什么叫休克指数呢 就是当病人因为失血了 我们监测它的脉搏和收缩压 脉搏除以收缩压就叫休克指数 脉搏是多少次 收缩压是用毫米拱租来计算 比方说这个病人脉搏到了120了 它的收缩压呢 到了80了 收缩压比较低了 脉搏比收缩压含高 120除以80 就是1.5 那么它的休克指数是1.5 那么这个病人呢 至少要出血1500毫升 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速度非常快 就能把病人就 的出血都能评估出来 它的实用范围呢 就是方法比较快 可以迅速的估计出血量 尤其是使用于没有做出血量 搜集的用户 就是没有突然这个病人休克了 不知道 或者是转整来的病人 或者是以逆性出血 就肚子里有血了 你看不到 摸不见 你看看它这个休克指数是多少 所以用脉搏除以收缩压 如果是大于1 说明这个病人需要紧急救治了 你看修克指数等于1的话 它的出血量估计是1000毫升 它的出血已经达到了 它身体内的20%以上 所以修克指数1是一个风水岭 小于1 说明它没有严重产后出血 如果大于等于1 它可能会逐步走向严重产后出血 需要我们急救的 所以这个修克指数是一个很好的 判断修克的一个指标 也是产后出血 非常重要 也是常见的一个应用指标 那么应用修克指数法评估 它是有局限性的 比方说高血压的病人 因为它的收缩压很高 它要降到降到很低 你可能就会修克指数算的比较低 本来出血了 你没有计算出来 还有是部分患者在产后 三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输液输血 输了血以后 输了液以后 病人血容量得到补充以后 它的收缩压并没有降低 脉搏也并没有增高 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 如果你进行纠正了 我们这个修克指数 来判断它的出血量 就不是很总确 再一个呢 个别患者 都有产后出血强的耐受力 它的应激能力很好 它强的耐受力 本来出血出了很多了 它血压脉搏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所以说这个也难有评估 但是修克指数 作为评估出血量 是比较好的指标 但是也是不能足够的进行 修克程度呢 病人修克程度 我们还要看医生 看病人 现在的医生呢 就是看化验单 不去临床 记住我们临床大夫 一定是到临床去 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 你看看那摸摸 他四肢是不是有点冷 他的毛细血瓜 充饮是不是延长了 俗俗他的脉搏 看看他的呼吸 凉凉血呀 看看他的尿量是不是多了 再一个他有没有精神症状 比较失碎呀 失碎呀 说胡话呀 这就说明他修克比较严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临床去看 看他直观的去判断 出血量是否多 如何行之有效的 估计出血量 就是说我们有几个指标 出血量 脉搏 呼吸 收缩 毛细血管 再充饮和中速神经系统 大家从这张表彰 如果出血 在一千毫升之内 病人的脉搏 呼吸 收缩 压 血管 充饮 以及中速神经 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 出血一千毫升了 没有变化 如果继续出血 大家就来不及了 那么你看 出血在一千到两千毫升以上呢 收缩压 脉搏才能升高 成了一百 所以大家脉搏一旦超过一百次每分 那么出血至少有一千毫升 至少有一千毫升 大家要确计这个时候 病人转过来了 我们作为医生 或者是我们到车山了 会到公众场合 有个人摔倒了 有面色苍白的话 我们给他看一看你量量脉搏 速脉搏 如果脉搏一百次每分 那么他失血量就可能会达到一千毫升 大家这个要注意 如果脉搏到了一百二十次每分 那出血就基本上把一半的血出了 一半的血出了 如果到了一百四十次每分 那出血就更多了 那么还有一个评估的方法 就是血色素用产后出血 那么我们不停的四十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要测一次血 查血查什么呢 查一下血常规 拧血 电解质 看看血色素下降了没有 如果每下降一克的血色素 那么出血就是四百到五百毫升 比方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血色素是十二克 你现在测了他产后出血 一下测了个九克 那么十二减九三克血色素下降了 那么这个病人至少要出血 一千二百毫升 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输液 病人出血 给用输液 输的液体又多 那么这个可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个是相对来说 评估出血量 血色素是比较总确的 是比较总确的 我们还是要应用 但是紧急情况下 我们没有化验单怎么办 那么评估出血量的方法呢 就是每升下降十克出血量 在四百到五百毫升 值得注意是出血早期 由于血液浓缩 血红蛋白素质 常不能总确反映 实际出血量 出血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 病人病情比较重要指标 还有说重症查后出血的情况 包括出血 重症查后出血 不禁要看它出血量 还要看它出血速度 有的人出血非常凶猛 就几分钟就出血很多了 出血很多 所以说每分钟出血 150毫升 或者是三小时内出血量 达到百分之血容量的 百分之五十或二小时出血了 超过全身血容量 这叫重症查后出血 也就是出血量 大约2500毫升的话 就叫重症查后出血 这种重症查后出血 是一定要转到ICU的 转到ICU 不能让我们产科医生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产科医生 要大于1000毫升 赶紧就要上级一试 大于1500毫升 那就要全团队的协作 那么产后出血的评估呢 总结一下 就叫称重测量目测 这是非常不标准的 这是过去的理念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一种服料 叫微袋和护理店 基本上我们从各个地方 可以买到 还有重要的是 我们临床大夫要靠症状 靠体征 还有就是有一个休克指数 还有是血色素 那么血色素是最好的指标 但是它一下得不到 你还得等待 那么休克指数呢 速度比较快 也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我们要排除 它的红杂因素 重要的是我们的产科医生呢 不管是产科医生 或者我们的系 护理队伍一定要重视 病人的主速和体征 这是 那么等一会儿再做 好 我们讲第四部分 产后出血的治疗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重重之重 那么产后出血呢 我们指南中有它的流程 做任何一个事情 如果我们流程化了 那就会更好的 那么产后出血流程 首先是要积极的 处理第三产程 刚才已经反复强调 积极处理第三产程 就是产后两小时 出血量要小于400毫升 如果产后出血 两小时出血 大于400毫升 并且还有出血 没有控制 在这个产后两小时之内 出血已经达到400毫升了 还是有出血倾向 这个时候没有达到产后出血 我们怎么办呢 就在场的人 要启动预警线 一级预警 一级紧急处理 这个一级紧急处理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要求助 要找你的上级医生 找医生找上级医生 或者是我们在社区 或者是什么地方的 你要教学会教 这个出血是比较多了 我们一个人或两个人 是解决不了 需要一级预警 那么就是要帮助求教 再一个呢 要和病人家属沟通了 和病人沟通 你有什么问题 原来有没有血液性的问题呀 你要沟通 还有是和家属去沟通 我们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抢救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了 病人家属在外面 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说在医疗上呢 坏的事情 要一点一点的沟通 情沟通 好的事情呢 要一下告知他 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说 我们一旦有产后 出血的倾向的时候 首先是求教 帮助让别人喊 再一个呢 就和病人加速沟通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呢 还有就是 我们在抢救过程 要保证三个通道 要通畅 三个通道包括什么呢 就是业量 建立两条有效的 静脉通道 我们要把液体扎上 一路输 缩工素 一路输抗生素 或者抢救药品 所以要建立两条 有效的静脉通道 这是第一通道 第二通道呢 让吸氧 因为失血了 氧含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要吸氧 第三个通道呢 就是要流制尿管 我们流制尿管 主要是看他 液量够不够 如果这个病人两小时了 没尿 那么他入量就不够 所以我们要流制尿管 还要就是监测一下 生命体征 给他绑上心电监护 再一个时候抽血 看看他的血长 为现在基础的血长 血色素是多少 血球压积是多少 再一个看看他 拟血功能有没有问题 现在开始 有可能输血 所以我们要交叉配血 还有呢 积极的要寻找原因 你别处理半天了 你不找原因 那继续出血 你这样输多少页都不行的 所以说要启动 一级预警 一级处理 就是这么个过程 求助 沟通 渐通三路 吸氧 流制尿管 开通两条页路 进脉 再一个呢 监测生命体征 检查 化验 血长归凝血 配血 还有重要的是找原因 不要让出血 超过500毫升 如果一旦出血 超过500毫升的话 我们要启动 二级预警 要启动 二级预警 一级预警 不要 每次 我们都要流程化的 如果这个病人 一旦出血 超过400毫升了 我们要有一线大夫 二线大夫 还有三个助产室 在身边 个性其职 个性其职 比方说助产室医 你要呼叫 汇报病情 汇报病情 你来止血 在底下 你正好在接生 你在按摩子宫 或者软产到压迫 这种的 还要是 医患沟通 和病人说 谁谁谁 你有什么情况 要不时的沟通 那么助产室二 也是呼叫其他 快让别的助产室来帮助 你叫一下 一线大夫 二线大夫 给他打上面罩 给他塑上液体 第三个助产室 我们要有记录了 站在头边 观察他的生命体征 观察他的入量 把你的抢救好了 你做病人的评估 那么三个 三个护士助产室 一个助产室 紫血 一个助产室 开通夜路 你就是这个管液体 另一个助产室 你看他的生命体征 和外面联系 那么一线医生 你看出血的原因 二线医生 去观察神秘体征 就是在位 也要去这么在 所以这就说 我们平时要历练 哪个人站在哪边 各性其职 各尽所能 这样的话就不乱了 也不容易落掉 所以说一级预警 它的关键点 开通夜路 用强的缩公诉 找原因 评估出血量 做相关的化验浅 检查 启动一级预警 这是关键点 那么如果出血超过500毫升 就是只要诊断产后出血 在出血500到1500毫升的时候 一定要启动二级急救处理 二级急救处理 就是一定要是分成两路 一路抗修课 因为出血1000毫升 可能就有修课的表现 抗修课就是扩容输血 就是刚才我们一级预警 一级预警里面的 监测生命体征 看看尿量 血压饱和度 生化指标好不好 必要是我们要输血 就是你管生命体征 抗修课治疗 如果有麻醉课在 那么就是麻醉课 做这些事情 抗修课 那么我们产科人 就是要病人处理 寻找原因 是不是有子宫收缩乏力 子宫收缩乏力 我们要用强的缩公素 要双手按摩子宫 还有是有出血了 我们要去缝合压迫 弓腔的压迫 这是一个子宫收缩乏力 那么还有缠到脸上 有没有血肿 这个孩子大不大 你拉了产前了没有 你在手术过程中 有没有碰到其他的脏气 所以说这个是脸上的问题 还有就是看看我们胎盘 全不全 拨出来了没有 孩子生出来了 半个小时胎盘没有免出 因到出血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人工 剥离胎盘 如果剥离出来了 胎盘不全 我们是不是需要刮工 再一个如果不全了 刮不出来 是不是考虑有胎盘植入的问题 胎盘植入你不要去手抠 我们可以保守 重要的话我们还要去做摔筛 就是胎盘因素 一定要检查胎盘 完整不完整 师傅重留在子宫里头 就是胎盘因素 还有就是拧血功能障碍了 这个拧血功能障碍 我们对应治疗 一旦出血比较多了 我们一定要把血输上 输各种血 有红细胞 血浆 冷成电 拧血美元 符合物 血小板等 这些拧血功能异常的 就是要输血 所以说这张图呢 一定要 就是我们高年自义生要进行 一路人马 去做抗修科治疗 输液流支尿管 吸氧 监测生命体征 这是让麻醉科干的事情 我们产科医生干什么呢 子宫收缩 法律 要强制功素 按摩子宫 产到脸上要缝合 胎盘是不是完整 是不是有 拧血功能的伤害 一定要把这个 想全了 看看究竟是哪个原因 但是很多种 产后出血 它不只是一个原因 比方说胎盘残留了 时间长了 胎盘残留 导致的一个工作法律 那么我们要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这个是需要 我们的一组人马来进行的 最好不让它出血 大于1500毫升 如果出血 一旦大于1500毫升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 三级预警 那么在这个 二级处理的过程中 你看 二级和第一级处理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三线医生到场了 出血 大于就在1500到1000毫升的话 要三线医生到场了 一线二线医生 是不行的 要叫三线医生 三线医生过来 过来来抢救 来询问病死 体格检查 用强的缩工素 给他容量复苏 和病民要沟通的 还要是同管我们 他就是一个司令员 在指挥这场战斗 所以是三线医生也出来了 还有一个呢 头边一定要叫上麻醉医生 手术科的 要把血库的医生准备好 所以说 只要出血大于1000毫升 大家注意 大于1000毫升 那我们三线医生都要有 三线医生都要有 还要有麻醉医生 和相关科学的医生在场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损失降低到最低 你不要出现1500毫升 甚至2000毫升了 你的三线医生还没到场 你的主任还没到场 你的麻克医生没到场 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 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 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个关键点 是启动二级预警 对应治疗 工作法里 我们要填塞 把这几个因素 这个时候呢 出血大于3000毫 500毫升以上 要记住现在目前新的方案呢 一定要用胺甲还酸 来起一个止血的作用 胺甲还酸 因为拟血因子 拟血功能有障碍的情况下 我们不管有没有障碍 这个时候呢 要用胺甲还酸来 就是输液 输液 再一个一定要40分钟到50分钟 做一次化验检查 经常做的 我们抢救抢救时间过去了 一个小时也忘了检查了 或者是检查了 没有去取结果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一个小时之内 就是40到一个小时之内 一定要有一个血的化验 来逐渐的评估 还有就是补液的同时 要尽早的考虑 血制品的输入 你不要老是输液体 输的液体多了 你吸湿性凝血功能障碍了 你止了血了 但是凝血功能障碍了 是更难纠正的 所以要考虑早点输血 如果是出血大于1500毫升了 那不是科室的事情了 那就是全院多学科团队在抢救 一定要强调三级预警 指什么呢 就是全院多学科到协助抢救 继续对应治疗抗救课 同时呢我们要评估 我们自身能不能承受这样的病人 能不能去转病人 病人不能转 那么我们请专家 如果病人能转的话 我们提早转到更有力量的医院去做 二级转到三级 和对方要联系好了 做好准备 那么就是要考虑合理转整的问题 千万不要这个病人不行了 你害怕在医院发生什么事情 赶紧推走啊 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叫来医院再不好的医院 他也有抢救机会 抢救时间 我们可以把专家叫来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早期输血和止血复苏 因为输血以后 病人失血了 全是别人的血 拧血功能呀 电解质呀 酸碱度呀 都有一定的失调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止了血了以后的复苏情况 注意病人的呼吸管理 容量管理 还有发生DIC了没有 再一个呢 有活血 血压低了 我们肾上腺素的使用 纠正酸中毒 应用抗生素 在这些情况 已经准备好的情况下 还是出血 还是出血 我们血缘又不够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考虑子宫摔腮 或者是子宫切除 在生命面前 如果切除了器官 能救下命 也是可以的 虽然如果你子宫切除了 是个医疗纠纷 但是为了生命 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所以说在这个产后出血处理过程中 一定要有很好的一个指挥者 再一个呢 要保护重要脏气的一个功能 我们心脑胜 这是最容易缺血 缺血时间长了 它就是不可逆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它的血容量 心呀脑呀肾脏 不能让它有更多的不可逆的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请麻醉科 请血液科 请ICU科医生 到场来替我们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事情呢 产科医生 他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说三级 三级就是要全院 总动员 请专家 各个科室要来集体会诊 集体来救治这样的病人 那么三级医生 三级预警 三级预警 这个时候呢 它的重要点 看我们投策 四线医生到场 那就是你们医院 最高年资 或者是你们年资 不高了我们请外面的医生 四线医生 麻醉科医生 手术护士 和综合科室 协助科室 血液科呀 输血科呀 介入科呀 外科 ICU的医生 还有医务科 医务科一旦有什么事情 我们去沟通啊 不要我们自己 单干 所以大家要把思路 又开阔了 把全院总动员 来就职这样的病人 所以三级启动了以后 它的关键点就是 合理输注血之品 一定要输血 不能姑且 如果一旦输血 不要姑且 我们不要怕浪费呀 不要怕痣痣呐呐 或者家属不同意 那么早一点输血 输血量就会不是很多 如果你能输200毫升血 就过来 你不输 非要等到输600毫升的血 这个是 我们临床工作室 大有 大常常有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该输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 总确的去输 血质品要应用上 再一个呢 男之心产后出血的处理 要有介入 和必要是切子宫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不能因为包子宫 而丢掉性命 还有就是 MDT团队的介入 MDT团队是 每个医院都应该组织的 就是 各个科室的 比较重要力量的 来急救病人 各管一摊 这样就提高抢救的效率了 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产后出血 具体的处理方法呢 如果这个病人出血了 不管是来了哪里 或者是难免流产了 只要出血了 也适合其他外伤性的 要把病人安全的平握在硬碗床上 就是I和B 就是评估气道和呼吸 A就是空气 气道要通畅 气道要通畅 不管它会不会呼吸 我们要气道通畅 B要是气管插管 B呢 就是 A是气道通畅了 B是有很好的呼吸 所以说我们强调 还是IBC A是气道通畅 B呢 是一个正常的呼吸 C呢 是循环 循环呢 就是我们输液呀 血容量的改善呀 这样的情况 那么出血非常多的人呢 还要注意保暖 因为你就是一保暖 V循环就开放了 你用上药 它就能够利用 如果你不保暖 病人出血多了 我们最怕的就是 死亡三联症 什么死亡三联症呢 三联症就是说 体温低 拟血功能障碍 呼吸性就是有酸中毒 所以我们这些 善后的处理 也要就是保暖 早点输血 不要让拟血功能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一个酸中毒的问题 那么在输血之品之前 最多可以输液 3500毫升 你如果输的太多了 太多了 整个你的血液就稀释了 你是血管里面走的 走的是带红的一个液体 而不是以血液为主了 这样的话 拟血功能就非常有问题 你出血就不容易止住 所以说 最初的输液 两升呢 就2000毫升 要加温的等生 等生胶体液 晶体液 就是加温 一定要是这样的病人 你用冰了的液体输进去 它血液血管一收作 微循环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加热的液体 2000毫升 输进晶体 疏通微循环 后续呢 我们再用等生的 我们再用点胶体 胶体不能多了 最多500到1000毫升 如果是血制品回来了 马上胶体就变成 我们的血制品了 或者是白蛋白之类的 都可以的 所以这种 明胶 明胶呀 或者是其他的胶体 我们最多500到1000毫升 不能说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输液 一个是要加热 加温 再一个呢 晶体输了2000毫升 才可以输点胶体 输点胶体 胶体不能多输 最多 一般是500毫升 这样的话 我们血液回来以后 就可以加上了 所以加速 快速加热 需要溶液 需要输入的液体 严重的产后出血 怎么来监测呢 监测和检查 紧急的交叉配血 我们要 一旦要产后出血 400毫升 我说来 要让大家抽血 化验 化验一个交叉配血 配上四个单位的浓虹 擦擦全血 血常规 凝血功能 基础的肝肾功能 有基础的肝肾功能 我们这个是可以有的 所以说 配血 血常规 凝血 电解 是肝肾功能 这个是要抽血 我们 留置两个大的通道 还有就是 每数分钟 监测一下体温 因为体液丢失 血液丢失 把热量带走 你又树上冰冷的液体 病人又晾着 晾着没有给保暖 这种情况 散热低体温是一个很重要的抢救的一个障碍物 所以我们一定要15分钟监测一次体温 监测一次体温 让体温要达到正常的 还要看他的脉搏 呼吸血样 芯片监护 尿量呢 我们看看 他的入量够不够 还要是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要再 查一个动脉导管 看输液 看看他的 平均动脉压 我们要看看他的 就是 指导我们的 就是输血 还有一个人要记录 他的液体 失血量 血制品 抢救的过程 所以每个人 助产生 就站在头边的一个助产生 现在入了多少了 给了什么液体了 都要有很好的记录 有操作 有跑腿 有外缘 有止血 有维持生命体征 还有一个人呢 总确的记录 把整个全程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么实验室检测的指标 在产后出血得到控制以前 实验室检测 应该半个小时到45分钟 频率检测一次 尤其是严重产后出血 一定要就半个小时想到了 你想到了以后 你去抽血 抽血也得有个过程 这个才能保证 我们在30分钟到40分钟 去能有一次结果 那么基础监测的指标 血小板 血小板 还有 凝血美元 纤维蛋白源 血球压积 血红蛋白 这是我们要有的 那么严重产后出血 监测了 但是我们怎么去输液 很多人输液 不是 输糖 输晶体 输胶体 输血输多少 怎么去输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 那么我国2014年产后出血 指南强调 直血复苏 晶体液不超过2000毫升 这就是强调不能引起 吸食性凝血功能障碍 晶体液 大家记住 不能超过2000毫升 胶体液不超过1500毫升 胶体液就是赫斯呀 低优呀 这是我们最好是 数1000毫升就够了 防止吸食性凝血功能障碍 它没有凝血因子 你有血压也没用用的 这是止血复苏 那么限制性泄体的复苏 有活动性出血呢 血压也不要过高 你血压维持的过高 它出血更厉害 所以我们血压呢 收缩压要控制在 80到90毫米拱柱 直到彻底止血 彻底止血 我们可以用点活性 血管和活性药物 多巴胺啊 这些身上腺素啊 让它这个血压维持到一个 80 90 不能太低 太低了 可能就重要脏气 心胜可能就会缺血 所以我们把血压控制在 收缩压 80到90毫米拱柱 一定要在直血以前 这样的 那么液体刚才讲了 液体 晶体不能多酥 那么出血就要液体复苏 酥什么液 就是叫产后液体复苏 液体复苏的概念 我从液体复苏概念 怎么进行液体复苏 如何进行液体复苏 以及液体复苏的终点 什么情况我们就可以 不用再液体复苏了 从这四个方面进行 一个探讨 那么液体复苏 迅速的恢复有效 循环血量 保证有效的新输出量 重要脏气的血容量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说了 脑 心 肾 这是重要脏气 你必须有血液灌注 比方我们皮肤 肺 其他的你缺血不要紧 但是 你需要肝脏的血液 你现在不需要 可能肝脏要提供 它是一个出血库 它还要自身的去输血 把自己肝脏的血液 奔出来 来维持心脑 肾的一个重要脏气 所以我们迅速的恢复 有效循环血量 就是要保证 重要脏气的血供 还有能够维持血液 吸氧的能力 就是你光有血液了 没有吸氧 所以我们吸氧 有红细胞 有红细胞 有吸氧 有血氧的能力 有血了 它有氧缝 我们才能够利用 所以说 这个血氧 血氧含量 是一种诊断 和治疗低血容量性的方法之一 要改善微循环 和脏气的贯注 改善微循环 就是体温不能过低 如果你体温过低 全神微循环 在紧软状态 微循环 它是一个 气体 就是营养物质交换的 一个场所 如果你微循环不好 你输进去 它都不交换了 养合也不行 废物也排不出去 所以我们重要脏气 和改善微循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比方肝脏 脾脏 这些脏气 它没有那么多 就是它缺氧 时间 耐受缺氧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多的关注 紧急情况 就是心脑胜 微循环 要改善好了 不要让它进一步 发展成 全身性的炎性反 叫SIRS 或者是减少全身性的功能综合症 为什么要进行液体服输 低血容量和脏气灌重不足 是导致产后出血患者 脏气功能衰竭的首要原因 缺氧 缺血 缺氧 SIRS就是应激性的 这种炎性反应的出现 这个时候导致一个功能障碍 所以我们血容量要补足 要进行液体服输 那么液体服输的理论基础 就是稍微带一下 就是人失血以后 早期的生理变化 就是自体输血 刚才说了 组织兼业进入血液里头了 就手势冰凉的 你看病人手势冰凉的 你就把皮肤组织兼业 奔到血液里头 增加它的血容量 维持人生命体征 还有自体输血 肥呀肝呀皮肤呀皮脏呀 储存的血液 也可以奔到血液里头 来供心肝脑 吸引脑肺 吸引脑肾脏 来保证心脏的冠注 维持生命体征 还有休克的待场期 休克待场期就是 用妇失血了 但是我们心率血压还是正常的 这是平稳的 尿量正常 一定要保证这样的情况 那么液体复苏的 液体复苏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有良好的组织关注 刚才讲了一大堆 良好的组织关注 就是大量证据表明 适当的组织关注 可改善危机重症病人的结局 其中适当和足够的血容量 必不可少 适当的前复合水平 是维持新排出量的基础 应尽快恢复最佳的血容复合 复苏时应尽 注重早期快速适量 一旦微循环稳定了以后 应当保持血容量低状态 你不能恢复了血容量了 你还在往前灌 灌灌灌灌的沸水肿了 这个要适量的 那么液体复苏中有晶体液 胶体液 血制品的三种液体 三种液体呢 晶体液就是指我们的生理盐水 零个式 浮方绿化钠 还有糖水 胶体呢 有天然胶体 白蛋白 还有赫斯 明胶 就是右旋糖肝 那么还有血制品 血制品一般是按胶体来计算 全血红细胞血 将血消半冷成电 那么液体选择 复苏 我们一般在复苏过程中 不输糖 因为糖的扩容效果 非常非常弱 所以说我们不用糖 如果用了糖 它容易导致高血糖和水肿 液体复苏很少应用 生产过程中需要加盐 就是盐酸 所以糖呢 容易导致酸中毒 所以我们尽量的在复苏过程中 不用葡萄糖 但是电解脂呢 我们是一个扩容 非常好的一个溶液 但是它扩容迅速 但是它维持时间不够长 使用于扩容 生年水 就是少要用生年水 那么胶体的优点 它是迅速的进入组织兼业 也比较便宜 扩容是有效的 它就是进了血液里头 很快进入组织兼业了 所以它扩容 不如胶体好 它的缺点就是 一过性的血流稳定 但是一会儿就又不行了 可以导致 你输得到了组织兼业 组织水肿呢 毛细血管灌注不良了 增加血管外肺水肿啊 降低组织的养合呀 困如是需注射 三到四倍的液体 才能满足血管血容量 所以我们注射 晶体液也不能超过 2500毫升吧 输了2000毫升 我们就要想到 用别的地方 那么生年水 这是大家常用的 它也便宜 比较方便 应用也非常广泛 但是生年水输得多了 它含氯多 导致一个高氯性酸中毒 所以一般输两瓶盐水 输1000毫升左右就行了 不再输了 那么我们还有平衡液 平衡液主要是 它的电解质是非常接近生理量的 但是它还有少量的乳酸 如果乳酸没有代谢 代谢大量堆积 就可能引起乳酸性酸中毒 所以还有就是浮方氯化钠 你看盐水 盐水 那个乳酸磷格液 盐水1000毫升 乳酸磷格液500毫升 浮方氯化钠500毫升 这个呢 浮方氯化钠是比较好的 电解质 接近生理需要量 有没有糖的负荷 有没有不增加肝脏的负荷 所以说 这个呢 但是价格比较贵一点 在抢救面前 我们就不说价格了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也要看减胜鱼 再一个呢 防止血管的外漏 这是液体 胶体呢 胶体液 它不能改善从活率 但是它能够维持血压 能够维持血容量的正常 所以说扩溶的时候 血压非常低 我们输点胶体血压就上来了 它不能补充组织间液 不能达到维持有效的血容量 反倒是有血液更加粘稠 微循环 加重微循环的障碍 增加肾脏的负担 所以说 我们在输了 输了晶体以后 适当的输点胶体 让它去维持一个稳定的 血压维持稳定的状态就可以了 也不要多输 所以说 它这个容易过敏啊 价格比较贵啊 可以引起泥血功能的障碍啊 所以我们胶体呢 一般是500到1000毫升就够了 这个是 那么依旧不同的性质液体 补充晶体 每人生理需要量 补充组织间液和组织间液的损失量 作为利尿效果后的补充 那么补充胶体呢 维持正常的血容量和血流动力学的稳定 维持血降 胶体渗透压 增加微血管的血流量 能够保障组织织细胞的供养 那么胶体呢 大家刚才说了 我们不能多输 它的液体复苏的原则就是输液疗法 目前恢复血人量 红细胞灌注就是让它有血氧能力 啊 那么成分输血 比方说 呃 冷层电 它输出凝血 冷层电输 呃 输 纤维蛋白源 冷层电输 呃 就是血浆是凝血因子 冷层电是纤维蛋白源 那么血小板 不是缺乏 我们补充血小板 啊 都是我们对应的去进行 那么在输任何液体的过程中 一定要严密监测 把它的微环境啊 维持在正常的情况 呃 那么还有就是输血 呃 大约80%了 那可能就要输全血 还要输血小板的啊 啊 比方说 有个70公斤的用户 他的血血容量呃 可能用钱就是50公斤 就是5000毫升液体 血容量5000毫升 那他出血1000毫升的时候 我们要输红细胞 2000毫升的时候 要输血浆 出血4000毫升 那就是全血要大量输血的去进行 那么出血 丢失的成分是什么呢 呃 容量复苏的重中之重 血浆啊 血浆容量在减少 红细胞在丢失 拧血因子在丢失 红细胞外叶的转移和丢失 电解质酸减的 是很 所以呃 当呃 出血量太多的时候 失血就会导致 血容量的减少 吸氧能力的下降 拧血功能的障碍 组织兼业的缺血 还有微环境的电解质紊乱啊 出现这些情况 我们就要输红细胞 红细胞 输红细胞的目的就是提供足量的 血氧的载体啊 再一个呢 就是输红细胞可以纠正 失血性休克时 集体组织气管的氧供不足 啊 失血量的判断呢 就是精确的评估出血量为 呃 精确的估计出血量 呃 那么当血色素下降 多数应维持在 一般我们让血色素 一定要维持在七克以上 啊 七克以上 啊 如果七克以下 那就那就病 非常糟糕了 所以我们让它的血容量 啊 血色素要维持在七到八克以上 啊 如果是更小了 那可能就会有 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 所以说临床上 预测补充浓红细胞的量 要看血色素 啊 血色素 那么就是拧血因子呢 大量失血抢救的目的 这儿就是维持正常的拧血功能障碍 啊 第一个目的就是有血氧 第二个目的要让它有一个正常的拧血功能 拧血功能呢 我们可以补充 呃 新鲜的冰冻血降 拧血因子 那么血小板是拧血的一个成缝 冷冲电子纤维蛋白源是血降 还有一种药物性的纤维蛋白源 要记住这些啊 那么新鲜冰冻血降 它的呃 你补200毫升新鲜冰冻血降 它有呃 蛋白60到80克每升纤维蛋白源和拧血因子啊 所以说我们要用新鲜的冰冻血降 一个单位的新鲜冰冻血降可以增加2%到3%的拧血因子 所以说冰冻血降当严重产后出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至少补到八个啊 八个单位的呃 嗯 冰冻血降啊 啊 这个是呃 基本的 那么冰冻血 输血降呢 呃 输血降因为受血者IBL血型要相容 I型血降科输 I型和O型的要这是输血科 呃 要进行指导的 所以我们这样严重产后出血 要把呃 输血科的 嗯 叫过来啊 输血科叫过来 我们能够有效输血 如果输纤维蛋们输血降的指征 那就是呃 IPTT和PT啊 大于正常1.5倍 呃 的时候啊 还有剩血的情况下 我们要输血降 呃 有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可能会传播感染 艾滋病的风险啊 我们也不不主张 没有事 你就输点血降来补充吧 啊 就是我必要的就是说好刃用在刀 好钢用在刀刃上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 呃 觉得就就老去输他 那么输注新线冰冻血降 就是说人有活动性出血 输注了四个单位浓虹以后 呃 应该要输就是每输四个单位的浓虹 应该要配点冰冻血降200毫升 啊 当怀疑有泥血功能障碍的时候 也要考虑输注新线冰冻血降 就是说不同的人出血 我们要用不同的办法 比方这个是病人公缩乏力 引起的产后出血 他大部分输的你可以先输红细胞 如果是胎盘早播了 养水摔塞了 他拟血功能消耗了 那我们输的血降就比红细胞还要多 啊 所以每一种病人他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这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要预计有可能需要的时候应该通知血后 总病相应的血液成分啊 因为需要解冻而总会有一定的时间啊 越输的早了啊 效果越好 还有冷成电冷成电它就是输一个纤维蛋白源 所以说冷成电一般要输十个单位 八到十个单位 一旦要起用 我们要输八到十个单位 这是大家要要有所掌握的 嗯 冷成电 还有血小板啊 血小板 我们最好要血小板 不能低于75乘10的九四方米升 这个如果低于这个值的话 要输出血小板 因为血小板子血是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输一个单位的机材血小板啊 因为这个这个血小板难得 所以我们呃 在有产科的医院呢 应该配备这样的呃 机材血小板 或者是有你没配备啊 你没配备 那么我们医生要提前预防啊 提前预测啊 总确的评估觉得需要应用了 那么我们早点去要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储存条件和注意事项啊 提前要摇用呃 轻摇啊 这个含药啊 那么纤维蛋白源也是一种呃 就是制剂啊 它的呃 比较贵 但是在救命的过程 一只要可能一千块钱 我们要输八到十只啊 但是在生命面前 我们呃 该数就输啊 不能有一点点骨气 呃 那么这个实施一个早期目标的容量复苏 早期就是组织呃组织织织织织织织出现灌注不足或者缺氧状态的时候 即应开始积极的补充液体的容量啊 保持组织正常的灌注 早期容量复苏的共同要求是恢复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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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容量 就是一定要早期啊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让血液动力学稳定 改善灌注 重建 养供 需要平衡 血色素呢 要在八到七到八克 血球压剂在二十一到百分之二十四之间 尿量每小时每千克要大于零点五毫升啊 平均灯脉亚要大于六十五毫米拱柱 中心中心静脉亚在八到十二毫米水柱啊 血氧含量 氧氛亚要这个要做指导 在血流动力学监测下指导液体的复苏 一定要在血流动力学 我们插一个中心静脉管 要测它的中心静脉 你不要输得多了 突然出现沸水肿了 要在血液动力学监测下指导液体的复苏 手段压力监测呀 容量监测呀 组织贯注的监测呀等等 那么就是早期是目标指导 还有是治疗 提升血液血氧能力的措施 改善微循环的灌注量 输注不同的液体 金体输多少 胶体输多少 要成分输血 还有血管活性药物和正性激励的作用 今天讲血管活性药物讲的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要维持在80左右的话 如果血量达不到 我们不能老去灌液体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点毒巴胺 来维持正常的血压 保证重要脏器的血液 就是血油动力血 还有正性 让心清脏 起一个正性激励的药物的作用 这是一个实施 那么推荐阴道风便产后出血的管理 像阴道风便出血 要告知产科麻醉科团队 要搜集血液的血道 要互相沟通 就是我们产科医生 别不顾就是互相团队 产科医生你管你的直血 那么麻醉团队呢 管你的生命体征 生命体征要有这样的配合 最好在时间越短 我们治疗效果越长 时间要越拖 越拖 病人的病人慢慢就走向DIC 甚至更严重的休克状态 所以我们要就是分工协作 同力配合 就是生命体征麻醉科来管 直血呢 你产科的事情 来产科医生来管 这个就是严重持续能产后出血 这是一个法国指南在讲 初始的阴道产后出血的管理 失败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 用上强的缩工素 倒尿抽血 抽血就是悲血 应用了以后 我们要要填塞 工腔球囊填塞 还要维持血液 动力血的稳定 让外科止血的办法 把血止住 如果失败了 我们要切除子宫 再一个呢 还是要液体复苏 液体复苏作为另一个方块 就是让麻醉医生来进行实验室检查 不能低体温 直血 血液制品的 很好的复苏 还有中性静脉压的监测 电解质的平衡 还有就是这个 内环境的稳定 等等 这张图呢 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对今天的课呢 作为总结 产后出血 处理要有措施的 产后出血的早期发现及时处理 能大大降低产妇严重的 并发症和死亡 那么产妇封眠以后 以客观测量 并记录出血量 以早期发现产后出血 产科医生人员 必须熟练 针对产后出血的处理常规 保证能够迅速的 正确的使用药物仪器 能够迅速的让到场的人 参加抢救的人员 及时的到位 那么产方手术时 应有事先准备好的 抢救产后出血的 常见药物呀 相关物品呀 还有就是 我们要有产后出血的流程 摆在我们的墙上 大家就是 即使是忘了忙了 也能看到 我们做到哪一步了 所以流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 一定要每个医院 要加强产后出血的演练 如果演练好了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不要平时不锻炼 到有的真正出了问题以后 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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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感谢观看